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丧尸被治愈,重返社会生活的电影第三波 丧尸病毒肆虐欧洲多年后得以控制 爱尔兰死亡人数巨大,被活捉的丧尸都被关押起来 爱尔兰女博士研究出了解药 有75%的丧尸被治愈 其余25%约5000只丧尸不能被治愈 之后治愈者被分批释放 但必须接受军队的监管 但因为这些治愈者在丧尸期间曾杀人无数 极其残忍,而且还保留着丧尸期间杀人的记忆 所以民众抗议将他们释放 塞南是第三批被释放者 他很幸运,他的嫂子同意收留他 小侄子也很喜欢他 他被分配的工作是去研究中心帮忙 帮助女博士继续研究新解药 治愈其余丧尸 但政府下令,处死这5000多只未被治愈的丧尸 以绝后患,只留一个丧尸给女博士继续试验解药 女博士说,塞南这种治愈者细胞里残留着丧尸病毒 所以丧尸识别他们为同类 不会攻击他们 而塞南的好基友,因为在丧尸期间咬死了自己的母亲 所以他父亲拒绝接纳他 而本来是著名律师 还曾是爱尔兰总统的热门竞选者的他 被分配做了清洁工 负责管理治愈者的军队长官 根本不相信治愈者们真的安全 所以对待他们很粗暴 还将试图反抗的好基友打了一顿 所以好基友认为 当他们处死那5000名未被治愈的丧尸后 也会将自己这群治愈者给干掉 所以他号召大家争取自己的权益 之后好基友策划了袭击 点燃了大兵的房子 造成多名士兵受伤 一名士兵死亡 再难见好基友一群人如此暴力 感觉这么做是错误的 于是他宣布退出 好基友异常气愤 于是善于诡计的好基友做了两件事 首先他找到那名女博士合作 因为女博士的唯一实验对象 也是他曾经的好闺蜜 也被军方给带走了 说不能留下一个丧失 否则就是对民众极大的威胁 好基友趁这机会找到女博士 说可以帮他将闺蜜揪出来 继续他的实验 于是女博士答应和好基友合作 好基友做的第二件事就是 他故意跑到赛南嫂子家里 将赛南打晕 赛南认为是民众不满自己住在这里 所以袭击了自己 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被社会接纳 于是他又去找好基友 表示愿意跟他们一起行动 而且好基友为了赛南 能坚定不移的跟随自己 还跑去跟赛南的嫂子说 他丈夫的死跟赛南有关 于是嫂子逼问赛南 赛南只得吐露实情 原来数年前丧失病毒爆发时 他和哥哥在一起 结果赛南被闯进来的好基友咬伤 也变成丧失 之后赛南冲过去 将自己的哥哥给咬死了 丧失之间可用特殊方式沟通 他们沟通后可决定感染谁或杀死谁 而赛南却杀死了哥哥 并没有让哥哥也变成丧失 嫂子得知真相后 愤怒异常让赛南滚出去 赛南气愤好基友跟嫂子吐露了这件事 他感觉好基友已经走火入魔 于是跟军队长官告密了好基友的计划 然后约好基友出来 好基友说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赛南清楚的看到 即使是亲人 也从没当自己这群人是人 他说自己才是赛南真正的家人 此时军队长官赶到要逮捕好基友 但好基友抱起伤人 打死了军队长官 之后这群治愈者跑到治疗中心 扎死了多名士兵 在女博士带领下进入控制室 输入密码查看监控 找到了女博士的闺蜜 然后远程打开他的房间 但好基友的手下 却趁机将所有丧尸的房门打开 释放了所有丧尸 原来这才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想让丧尸感染杀光所有人 因为丧尸不袭击他们这群治愈者 所以最后他们将统治这里 最终5000多丧尸出笼 袭击市民 军队出动 开枪阻击 安排市民紧急撤离 城市一片混乱 赛南跑去幼儿园 抱上侄子就逃 但被好基友追杀 他让侄子快跑 然后转身拦住好基友 却被好基友用钢管对他一顿猛砸 要置他于死地 恰好有士兵经过 一枪击中了好基友 此时侄子躲在汽车底下 两名丧尸要将侄子拉出来 赛南打死丧尸 抱着侄子回家 将侄子交给嫂子 但一只丧尸突然窜出来 赛南扑过去杀死丧尸 但侄子的胳膊却被咬住 嫂子悲痛欲绝 赛南让嫂子不用害怕 因为已经有解药了 最终他抱着小侄子离开 而那名女博士 发现闺蜜竟然已经被治愈了 他拉着闺蜜的手非常高兴 但一只丧尸突然扑进来 咬死了女博士 女博士导致了5000丧尸出笼 也算最有应得 而最终军队控制了局面 将丧尸抓捕隔离 包括新增加的8000多名丧尸 而人们也开始反对 处死那些不能被治愈的丧尸 但恰恰相反 经过这件事 政府认为将这8000多名丧尸 决后患 某天嫂子在电视里看到新闻 说爱尔兰西部依旧有少数丧尸 军队已经过去协助民众撤离 嫂子看到电视里 塞兰抱着他的儿子走在旷野里 他们并没有被士兵打死 而接下来 儿子也将会被注射解药 但经过这件事 民众还能接受被治愈的丧尸 重返社会吗 如果你是一只丧尸 遇到我 你会选择咬死我 还是把我也变成丧尸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孤嘴白 下次见 有猴